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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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无法忽视的 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索廊旺堆 就西藏自然环境资源和环境保护情况做了介绍 他表示 为了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 自治区将生态保护作为最终的指标之一 严禁三高企业进藏 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度 并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条例等 30多部相关的政府规章制度 在藏区工作过13年的中国藏族研究中心 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斌教授 还分享了自己对于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成果 王小斌教授介绍了西藏的两大跨越和三大特点 在建国的60多年时间 西藏由原来的分建农奴制度 跨越到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原来贫穷落后到繁荣富裕 随着西藏自治区的和平解放 推翻了存在一千百年的政教合一制度 老百姓得到了极大实惠 民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澳大利亚天河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